今天是已經很快 第四字上 再來就是要 很快就是要進入到其中考舟了 所以你們會需要有一個其中的評量 這個評量內容基本上就是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第一個Excel 產生公式 那需要用函數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利用AI 那如果你有公式不會的話 那你可以試用AI來做 那第三個呢 這個主題內容的話 我們可以運用類似像今天要講的部分 這個關掉 那今天的話我會舉一個案例 那因為我們會需要很大量的資料來做處理 那這個部分我找了一下 我是覺得在政府的開放平台上面 其實提供還蠻多的相關可以取得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 基本上就公開的 那首先的話我舉一個案例就是 比如說我想知道台北市 最近幾年 最近十年好了 比如說他的那個治安到底好不好 有沒有變好啊 這件事情我想知道一個比較客觀的一個答案 那當然最好能夠說服別人當然就用數據啦 那這個數據的話當然最好是有公信力的 那剛好台北市政府呢 他們有把歷年的那個住宅竊道的那個資料 統計出來 並且放在開放平台上面 那我找到之後 我就可以當成是我的一個資料來 但是他給的並不是說已經告訴你說 治安有沒有變好這件事 而是你要自己去做 所以我是希望你第一個找一個你有興趣的一個題目 然後呢假設幾個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 以這個來看喔 我希望知道歷年的這個治安到底有沒有變好這件事 我想知道答案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 第二個問題是 到底台北市的十二區裡面呢 哪一區的切刀案件佔比最多 OK 我想知道排名吧 那十二區裡面應該知道哪一區 像大安區嘛 我們現在是大安區 大安區應該算有錢的區啦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 比如說像附近北車那邊是中正區嘛 那大稻埕那邊是大同區嘛 那那個什麼 萬華那邊 蒙甲那邊就是萬華區嘛 那一般的話呢 可能會有一個刻板印象嘛 想說到哪一區切刀案件最多 應該直覺一下 欸應該 萬華區應該是比較多的 我之前問同學說哪一區切刀案件最多 好像直覺 但是不是這樣喔 其實不知道 我們是希望客觀一點 也不一定說一定要 那個萬華給他一個 怎麼講 污名化或者給他一個 有點像歧視他的感覺喔 雖然你們如果去過萬華車站 有沒有你捷運單一出來你就覺得 那個公園實在是非常有味道 那個味道 除了視覺上的味道之外 還有你聞得到的味道 OK 然後附近的整個景緻都滿特別的 OK 說不出來的 說不出來的特別 就是有點怪 但是這個怪裡面又存在有一點 好像說不出來的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想知道的話 那大家有沒有答案 還有第三個問題是 到底哪一條路接到 可能是什麼什麼路 什麼什麼接嘛 什麼什麼道嘛 道的話可能就是市民大道 還有像總統府前面那個 凱達格蘭大道 的切刀案件數量最多 比如說我類似有這些問題 那也有可能 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你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只是假設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第一個呢 我先需要知道 開放資料到底在哪裡 所以首先的話 底下一個網址 或者你打那個 Google打那個開放資料 或者開放平台 它就會出現了 那網址的話就是 data.gov.dw 顧名思義嘛 這個data的話 其實指的應該是開放資料 那來源的話就gov 那台灣的話就點tw 所以如果這個網址 後面假設沒有點tw的話 理論上連結會連在哪裡呢 就美國 美國沒有點US OK 全世界就只有一個國家 後面不需要國碼的 就是那個美國 為什麼 因為美國自己先設計出來的 因為網際網路是從美國開始發跡的 對不對 他們設計他們發明出來的 所以後面不需要假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所以台灣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點開來的 基本上就是 當然點開來呢 就是那個台北市的切斷 如果你點上面這邊 有個開放平台 你點擊的話 這邊它就會幫你分門別類 裡面比如說有什麼生育保育 出生收養的一堆 那應該 我們這個是應該在切斷應該是什麼 公共資訊吧 當然你也可以分類 資料 這邊有一個資料期 全部資料期你可以瀏覽一下 你可以按照它的分類 它好像有分中央機關 有沒有 後面就是它的數量 好像行政院提供了兩萬多種的資料 那地方機關的話呢 好像最多的應該是新北 有沒有三千多 那台北的話呢 提供了兩千八百六十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找那個切斷案件的話 其實你很簡單嘛 你可以在這邊搜尋一下 也可以啦 所以我記得我之前是打一個那個 切斷或者住宅切斷 搜尋之後的話呢 就會得到這個叫住宅切斷的這一個 這個結果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你說那老師我怎麼取得資料 底下不是有一個CSV 特別是喔 將來如果CSV的話 你直接可以用ECL打開 沒有問題 所以點開下載一下 上方就會有個下載 你把它點一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這個就是我要的資料 OK 好 那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一個CSV的檔案 那所謂的CSV它這邊有解釋啦 它說為豆點分隔的一個格式喔 所以這個C的話應該是叫做come on 豆點有沒有 然後呢 它的特性其實它不是等同於ECL 所以如果假設你直接存檔 比如說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把它存檔存CSV的話 那可能會有很多地方會消失喔 比如包含什麼呢 像活躍布 活躍布的儲存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喔 一個活躍布還OK 可是如果你新增第二個 你假設存檔喔 存成CSV的話 它會消失 所以特別注意喔 CSV只能存一個頁面喔 你第二個頁面以後的都會消失 再來的話呢 它沒辦法存VBA 所以你將來如果有做一些VBA的東西 如果以Sale公式我不確定耶 有些東西可能會沒辦法幫你儲存喔 OK 所以那怎麼辦呢 你乾脆這樣好了 你就直接下載完打開之後 直接把它另存算了 另存為什麼 瀏覽 因為後面我們會需要把它增加公式之外 也要需要增加VBA 所以我是建議你直接乾脆存啟用具體活躍 所以第一點打開之後乾脆直接存檔 那存的位置的話呢 我先存桌面好了 等一下最後把它放在我的隨身碟 儲存 OK 所以第一步我是建議呢 你先把它存成啟用具體活躍 這樣比較保險 OK 那第二步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資料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一般我習慣喔 因為它一二三五個欄位 我習慣把這五個欄位選起 那它的欄寬不一樣寬對不對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A到E欄選起來 然後在其中一條欄位的縱向線喔 它只要出現左右箭頭的時候 快速點兩下 這個要自動調整欄寬 有沒有 它就自動調好了 但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其實在常用裡面也有個什麼格式 我記得這邊也有個自動調欄寬 這個功能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個人比較習慣就是選取 點兩下這樣比較快 不過你要到格式裡面自動調整欄寬 其實不要花時間 那大家都OK齁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知道幾件事情的答案 告訴我喔 到底那個什麼 自然歷年的自然有沒有變好這件事 那怎麼做喔 這個時候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功能 eSale裡面的很重要功能喔 將來如果你使用eSale 你不會這個功能的話 你不要說你會用eSale 為什麼 因為這個功能實在是太重要了 也就是說eSale呢 如果要做一些簡單的 不一定簡單 做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一定要會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OK 那我們後面呢 會需要用到這個樞紐分析表 來幫我們做一個統計分析 得到我們想要看到的結果 OK 那你說要怎麼做喔 那當然你使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請務必要有一些些的概念 首先的話 如果你要做一些樞紐分析的話 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比如說你的問題喔 是歷年的年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你的這些五個欄位裡面呢 有沒有一個欄位名稱叫做年的 OK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年你怎麼統計啊 對他沒有那麼聰明 所以很簡單 假設你要做樞紐分析之前 如果你的欄位裡面沒有一個欄位名稱 叫做年的話 那你怎麼辦 把它變出來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這裡面好像沒有年耶 可是好像有一個日期有沒有 那日期你說老師那日期很接近可不可以拿來用 當然不行啊 年跟日期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嘛對不對 一整年就365天嘛 那你日期就某一天 那怎麼辦很簡單嘛 如果不存在喔 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第一欄上面點一下 按右鍵把它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在這邊呢 增加一個欄位名稱叫年比較好的 所以如果假設呢 沒有年這個欄位 那你就自己怎麼樣 把它變出來比較好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先改一下輸入法喔 如果沒有年啦 你就自己在這邊打一個年 這個 欸 這個時候呢 年 這一個欄位名稱不就出來了 那如果沒有年 你第一步啦 所以喔 第一個請各位先下載另存新檔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要做 如果統計歷年 治安到底有沒有變好這件事 我需要用到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會需要 我有這個年這個欄位 所以呢 我們就插入一個 第一欄上插入一個空白 選起來按右鍵喔 插入 這樣就多一欄了 OK喔 然後呢 把這個D1輸入年 那底下的話 你要怎麼取得這個 它前面三個字啊 欸 其實前面三個字很簡單嘛 如果你假設要103 104 還好它剛好都三個字 如果假設它不是三個字 有的有 像還好都100年之後的 如果假設100年之前 那就不OK了 為什麼 因為100年之前可能有99 98 就兩個字 所以呢 如果假如我要取得前三個字的話 那很簡單嘛 你就插入一個函數 前面有講過嘛 文字類你把它當文字看好了 雖然它是個數字 不過不管 我是把它當文字 來取前三個字 所以我用lab就OK了 有沒有 前三個字嘛 然後呢 我把日期給它 跟它講說 我要前三個字 那這個時候它就得到103 欸 特別是喔 它把數字變成文字之後 再取三個字喔 OK喔 所以得到的一定是103的 不是數字喔 是文字 前首算以後 按確定 那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觀察到喔 它的對齊方式呢 有沒有發現 如果是數字一定是靠右對齊 如果是文字的話呢 一定是靠左對齊 OK喔 所以這不一樣喔 文字跟數字你不能說 這個看起來一樣 但實際上不一樣 文字不能計算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把它轉成數字的話 那你可能要加一個value啦 之前好像講過喔 不過目前這個好像不需要 所以我直接把它向下填滿就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已經有一個年的欄位了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知道到底 104年喔 到底有幾個嘛 那你不可能用你自己算的吧 104年從這邊算的 你說喔老師我知道從這邊第三列 然後往下捲動有沒有 那我看104到多少 我把它加在一起 累計一下 哇這這這這 這也可以啦 只是哇 這個用眼睛看 真的我發現這裡還是有人這樣做 你就一直捲捲捲 喔這樣還捲很久耶 有沒有捲到了 有沒有還過頭了 有沒有104到這裡 所以104總共有幾筆呢 到這裡好了 100 你說 老實說我知道688再給它減掉3 再把3的部分加1 可是這樣不合理啊 OK 你這樣算 那總共有幾年呢 Ctrl向下好了 Ctrl向下 Ctrl向下 Ctrl向下就是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總共有111 今年嘛 所以呢 我要什麼方式可以快速統計出 年這個欄位裡面的數量 這個數量的話是根據 黏這個部分而來的喔 OK 所以請各位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那待會可以講 插入數量分析表怎麼使用 所以第一個喔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單元 這邊有個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當然呢 其中報告喔 就是希望你們找 除了這個以外的其他的練習 太多了 總共大概 我之前算過喔 大概有六萬多個 平台上面的開放資料 那你就找啊 比如說現在 關於什麼 治安的也是蠻好的 這個 這個 這個題目啦 你說老師我對治安比較沒興趣 我對 這個什麼 這個 像現在那個 這個 這個 氣候異常嘛 你可以比如說為什麼颱風現在 要不就是亂跑有沒有 還待很多天 像現在 所以現在廉價好像真的要靠颱風了 要不就是不進來 拐個彎就走了 要不就是來就不走了 而且這一次這個颱風還蠻妙的 它後來就不見了 有沒有好像有史以來喔 第一個人家是說死在台灣的颱風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掃過去喔 它是直接就 就可能因為我們中央災害太高了吧 它就一直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些地方喔 應該做到那個中央災害擋住了 所以有些地方好像就影響不大 那這個是也有啦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比如說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 像颱風的數量 歷年 到底哪一 最近幾年的數量 到底增加還是減少 或者是地震也是一樣 天災部分 那之前還有同學做什麼 好像做交通 比如說那個之前有那個 這個行人地域 OK 到底這個交通有沒有改善 還之前有同學做什麼 好像 反正很多都有啦 上面比如說 像買房子 可能比較遙遠 租房子好像之前有同學 比如他講租房 他講統計 到底哪一區是最划算的 然後房價多少 其實內政部都有公佈這些相關的數據 OK 所以我們先以這個範例當成是練習好了 待會我們就是先把它另存 記得喔 第一步先另存新檔 存成啟用聚齊的活躍部 這個選項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插入一個空白欄 叫做年 那第三個我要做統計分析的話 再來就是在Excel裡面找到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特別注意喔 你按一下插入樞紐分析表 他問你說你的範圍對還是不對 是不是從A1到F的3887 看起來應該沒錯啦 好像這個總比數是3886才對 OK 那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如果我想知道 到底歷年的數量有沒有增加或減少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特別特別注意喔 你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它會自動在原來的資料前面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OK 所以你說老師為什麼剛剛資料不見了 沒有不見啦 它是跑到右邊啦 有沒有在這裡 左邊的話就是你新插入的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你要統計的話呢 記得喔 等一下動作很簡單 請你把這個樞紐分析表欄位裡面的年有沒有 拖拉按住標放 拖拉到列 而且再把年拖拉到尺 就這兩個動作 其實你右邊結果應該可以看得到 拖拉過來嘛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你拖拉年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所有的歷年的資料呢 通通都顯示出來 其實它主要是做什麼 有點像移除重複 把不重複的欄位名稱顯示出來 所以呢 你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 這個年的資料裡面喔 如果剔除掉重複的資料 大概就是有這些 102到113 第一個喔 第二個動作 值把它拖拉到尺 按住標放 拖拉到尺 那值這個動作的話呢 如果你拖拉的資料呢 假如是文字的話 他就幫你算數量 幾個數 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那些動作 所以你會幫你拖拉過來之後 馬上知道有沒有 我們剛剛104不是灑灑的事情慢慢看嗎 其實不用啊 如果你用書紐分析表 馬上幫你算出來了 總共有687筆的數量 也就是說呢 根據台北市政府提供的這個資料裡面喔 發生在104年的就是這個數量 105年的就是這個數量 以此再一推 OK 不過喔 這個資料好像有一些異常的 像102怎麼可能就一筆 103怎麼可能就一筆 所以這兩筆資料喔 理論上應該是多做的 所以怎麼辦 還有113還沒結束 所以這個放這裡 跟他們其他一起統計 好像也不太合理 所以呢 我們最後可以把這三個 102跟103還有113 隱藏起來的話 隱藏怎麼隱藏 以前好像有這樣了 不過喔 我看一下這樣怎麼會隱藏 選取之後隱藏 這樣也可以隱藏 選起來按右鍵隱藏 它就不見了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法 剛剛是選取喔 有沒有選整列 然後按右鍵隱藏 這個好像也可以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我比較常用的 就是在列標籤的右邊 有個箭頭 請你把打勾取消 有沒有102 103跟113 你只要打勾取消掉的話 它一樣會幫你把那一列給隱藏起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馬上就有一個很直觀的一個表就出現了 有沒有 應該花不了多少時間吧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想知道喔 一個資料背後這個 你想知道的一個答案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你可以善用這個 所謂的插入樞紐分析表的功能 OK喔 所以試一下喔 先把這個年先產生 再不用選取喔 油標只要放這個範圍之內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就可以到這邊 把它用拖拉這兩個應該都OK了 那試一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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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